今天早上我要在这里来向大家来介绍今天早上的讲员 他是马来西亚全能关怀机构的这种执行长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已经奉献他的生命来做这种社区关怀的事工 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之前 我还以为马来西亚的教会是没有什么太多去进行这种社区关怀的 又或者是好像一盘的散沙一样 但是在这个全能关怀机构在他们的带领之下 直到目前马来西亚应该有超过150多间的教会成为了一个联络网 在全马各地占有这种天灾或者是有需要关怀的时刻 他们就好像说奋不顾身的 非常主动积极的参与这种救灾关怀的这种的事工 在这种摆盲的当中 这位牧师他又引进一个非常对马来西亚中文教会非常帮助的一个的GLS 就是在昨天晚上呢我们在赴坛那里有进行的这个全球领袖峰会的这样一个座坛会 所以呢今天早晨呢我们非常的感恩 有这位的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要透过他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让我们带着热烈鼓励的掌声欢迎黄恩德牧师 恩德牧师请 感谢主 哈利路亚 BM Hosanna的主内家人大家祝你平安 平安 我在刘牧师还没认识他十年了 刘牧师还没下台之前我要送一个见面礼 你们把圣殿装修得这么的漂亮 我有机会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分享 并且也能够和大家一同崇拜这次何等的恩典 送上这一本我老师的书 John Scott的心意更新的教会 祝福哈萨纳的教会能够健康 能够和上帝的心意 谢谢 好 很高兴再次回到苏屋这个漂亮的城市 在主里面问后在古敬服事的许牧师 还有所有的圣职的同工人员 这一次来有机会在这边见证这个堂会的蜕变 因为不到十年吧 应该八年前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带着我的督导 夏中介牧师来这里走访 来这里宣讲无强的教会 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分享 向极耶稣的关怀宣教 BM Hosanna 是我们在沙道月四五 其中一家最早年结成为 七九七九关怀站的教会 所以你们不要忘了 你们是我们的伙伴 要一起奉耶稣的名 祈救祈救 Amen 好 说到关怀嘛 说到宣教 其实 疫情真的 让我们重新思考何为教会 疫情也重新让我们去思考怎么做主的门徒 你不觉得这一场疫情波及全球的 把教会突然间停摆超过半年的疫情 难道你不知道上帝冥冥中有一些的属灵的功课 要我们学习吗 我昨天很幸运跟刘牧师拜访一个小组 竟然是在一个铁厂里头 其实疫情教会了我们什么呢 教会了我们 教会无所不在 其实教会可以在家中 教会可以在职场 教会可以在铁厂 教会可以在餐馆 教会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同时候 在末世的这个光景 我们 如果我谈谈末世呢 你可能觉得我很悲观 其实我很刻意在我很长的讲道里头 提醒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来的这个事实 毕竟我也是从事灾难回应 灾难回应让我们走在前线苦难的世界 让我真的听到主耶稣要来的脚步 可是我总觉得在疫情过后 弟兄姐妹又开始恢复忙碌了 大家又开始到韩国去滑雪了 开始去日本吃sushi了 去意大利吃pizza了 大家都很会跑 飞来飞去的 可是却忘记原来 主耶稣脚步快进的时候 我们当做好同你聪明的准备 耶稣 其实有依告 他要来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 马太福音的24章 马太福音24章讲了好一些的依照 过去我以为 他会发生在 至少超过一年的期限 我们才能够发现到所有24章讲的都会发生 都会发生 可是单单在今年的4个月 2024年的4月 你就发现到每一样都中了 就好像中彩票一样 每一样都中了 但是有一样是我们基督徒 在happy go lucky的时候 我们在安逸的情况里头 常常会忽略的一个征兆 我今天特别冲着这个征兆 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 告诉我们 他要来之前会发生的事情 其实通通都发生了 而且就在今年的首四个月都发生了 民工打民 我的缅甸的朋友 中国的朋友 跟我在线上沟通 见面的时候 告诉我们他们的国家 越来越不容易 身为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被迫害 去年印度北部 有超过100间的教会 东北部 有超过100间的教会被烧 超过100个基督徒被杀害 我们在安逸的时候 我们在西部吃着干拔面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知道地球的另外一边乡 在水深火热当中 这个东西我也相信你不会忘记 国攻打国 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超过两年了 尾巴的冲突 现在连伊朗也设计在其中了 我希望你没有躲在沙堆里头的鸵鸟 我相信你有看新闻 国攻打国的范围越来越扩大 地震 应该也不用讲 大家应该知道四月还刚刚开始 四月一号 台湾就发生了六级以上的地震 花莲现在的疑疹超过了数百次 全球发生地震在马来西亚 范围以内或更大 在全球 其实已经造成数百人的上亡 这个我更不需要说了 我看到你们当中还有人戴着口罩 还活在COVID-19的阴影底下 病毒学家告诉我们COVID-19 其实并不是最严重的 更严重的会来 因为我们的抗生素过于滥用 我们的抗体越来越降低 所以打了疫苗的人 也成惶成恐 为什么呢 因为这很短数的时间 所配置的疫苗 其实不能够担保我们的免疫系统 有没有被破坏 可是很奇怪的 就在我们忙碌着疫情以后 开放以后的忙碌 我们却忘记马太福音24章 有讲到这一个的征兆 24章的12节说 由于罪恶增多 和赫本说 由于不法的事增多 人的爱心 许多人的爱心就怎么样 是增加还是减少 冷淡了 在私屋 你觉得呢 私屋的人的爱心 是渐渐的增加还是减少 真的 马来西亚犯罪率 是不断的往上升 诈骗案不断的往上升 但是被遗弃的老人 被遗弃的孩子 死在家中一个礼拜以后 才被发现的独居老人 越来越多 我这几天才跟我一起吃饭的同工们 分享 7979 我们在近这两年 受到很多的电话求救 其实就是独居的老人 因着病发 根本没有人在身边 不是没有孩子 孩子都掩在天边 不是没有家人 亲戚朋友 都没有什么来往 这就是冷漠 冷漠其实是能够杀掉人的 把人的命给夺走 德兰修你说 爱的反义词并不是恨 爱的反义词是冷漠 所以我说 我们在疫情过后 Hosanna 把这个圣殿装修得这么的华丽 这么的好 这么舒适 可是我们有没有预备 怎么样继续的来跟从耶稣 因为跟随耶稣越来越不容易 尤其是活在回教国的马来西亚 我们迟早会面对 一个两难的选择 要跟随耶稣 他是一个配套 你就准备为基督受苦 受逼迫 或者选择跟随世界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 从主耶稣 在四三年半的这个服事里头 他怎么样去栽培他的门徒 他怎么样呼吁他的门徒来跟随他 我就从马太 马可 路加 叶翰 这四本的福类福音 很快速的中览一下 当然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引进太多引进祭典 我相信你们都读过 这四本的福类福音 我就考大家对耶稣 在世上行中的记忆和认识 主耶稣在呼召人做他门徒的时候 其实有谈条件的 就呼召你和我 在和撒那的这种姐妹做他门徒 他没有叫我们做基督徒 而已 他要我们做他的门徒 那门徒跟基督徒的差别有什么分别呢 还记得吗 主耶稣在世上呼召门徒的时候说 若有人要来跟从我 就应当怎么样 舍己先吧 舍己 在背十字架跟从我 什么是舍己呢 简单来说舍己就是爱自己少一点点 可是我们今天的人超会爱自己的 我们会宠自己喝一杯十八块钱的奶茶 或咖啡 我们会宠一宠自己到一个馆子里头 吃无限量供应的自由餐 我们都不用人家教 我们就会宠一宠自己 我久久来书一次 我发觉到哇 宠一宠自己的商店和消费的地方 到处都有 但是做主耶稣的门徒 耶稣要我们学习爱自己少一点点 以致我们有足够的爱 去爱Hosana教会以外 喜喜多多 有需要的人多一点点 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姐妹 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我们 跟我们两千年以后的 我刚才看到大家都忙碌的 敬拜赞美团 摄影团队 录影的都很年轻 我刚才也去拜访了你们的设施 上帝特别对两千年后的孩子们说 若你要做我的门徒 要背起十字架 你就要为我赐苦当小事 请问你愿意为主赐一点苦吗 刘牧师那个时代的人 吃苦应该是当家常便饭 因为那时候的时代 也不会很久远 但是就是比较贫乏 比较缺乏的时代 现在在充满富裕的时代 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吃得了苦吗 受一点点苦就很委屈吗 这是主摊开来的条件 若有人要来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十字架来跟从我 但是讲起来还是很抽象 我从耶稣四本福类福音里头 发现到有至少这三个条件 基本的条件 佩德称自己为主耶稣的门徒 我们快快的来看一下 第一个 原来做主耶稣的门徒 不是基督徒 更不是糊里糊涂 做主耶稣的门徒 要在乎耶稣所在乎的 和撒娜的其中姐妹 我想问你们 你们认识主那么久 侍奉主那么久 请问你觉得主耶稣 真正在乎的有哪几个 他写了一本情书给我们 厚厚的 六十六卷 请问你读了好多遍以后 你发现到主耶稣 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谁可以告诉我 一按福音三章十六节 很清楚的宣告神爱谁啊 他在乎的就是 世上按照他形象样式 所造的每一个人 就是你和我 甚至来一个很强烈的 这个动作 他爱我们的激烈的程度 甚至把他的爱子 耶稣割舍给了我们 成为我们的待罪羔羊 也在所不幸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真的很在乎你 很在乎我 但是不要忘记 和撒娜的其中姐妹 如果有的选择 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 告诉我们他更在乎的对象是谁 你还记得吗 他说若我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个走失了 耶稣的自然反应是什么 他会不会继续留在 那九十九只的羊当中 拍拍他们 爱爱他们 呵护他们 耶稣身为大牧者 自然的反应是什么 他会奋不顾身的 把九十九只的羊放下 走到外头去 寻找那唯一丢失的羊 原来我们跟随主那么久 我们都搞不清楚 耶稣真正在乎的 对不起 厚撒娜我要说一句狠话 不是这一群已经得救 已经蒙恩 已经耶和华赐福麻麻的 这一般基督徒 对不起 他很在乎我们 他爱我们 但是当他有了选择的时候 他的心头之爱 他说我圈外有羊 是你们 荷撒娜的 敬拜我的子民们 不晓得的 他的圈外羊 就是你们四刀墙 圣所四刀墙外头 那些还不认识耶稣 还不知道耶稣为他们 赴汤蹈火 死在十字架上 许许多多的一般人 许许多多的华人民间信仰的 朋友和同事 许许多多这些 穆斯林信奉阿拉 却不知道真正的真主 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 主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在乎什么呢 耶稣更在乎的是圈外的羊 第二个呢 做主耶稣的门徒 也要搞清楚的 就是我们要做耶稣所做的 你还记不记得耶稣三年半 在世上走遍各城各乡 他做了些什么 和沙纳的基督姐妹 你按照对耶稣的熟悉 你觉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他比较多做什么 就不要考你们了 圣经学家把它总结为 四大耶稣的事工 耶稣花最多时间 因为他的时间真的也不多 而他也就只能够 first thing first 优先的去做 天父要他去完成的 那个旨意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 做的最多 花最多时间呢 就是宣讲天国的道 proclaim the kingdom of God 宣讲天国的道 我想我们今天华人教会 和沙纳应该也常常 我们有圣经学院 所以我们常常在宣讲神国的道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他 花时间掏心掏肺的 在做门徒的训练 他做门训 门徒的培训 主耶稣栽培了十二个门徒 后来又栽培了七十个门徒 有些译本说七十二个 两个两个的打发他们出去 这是主耶稣在世上 花很多时间掏心掏肺做的事情 第三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所到之处 若有捆绑又有恶者的踪击 他就为他们驱魔赶鬼 Ghostbuster 耶稣他所到之处 就释放人从撒旦的挟制 让他们得自由 最后一个耶稣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医治各样的病患 医治各样的病患 从彼得的夜母的热病 到那个 躺卧在门 就是 鞋腿的 长大麻风的 血漏的 甚至连死人 像拉撒路也可以复活 这是主耶稣在世上忙碌所做的 而我们这一群跟随他的 其实我们也应当做耶稣所做的 Do what Jesus do 我发现 我发现到呢 后面的那两个 医病和感鬼 其实可以把它归纳为 关怀宣教 关怀宣教 其实是应该教会 Hosana教会 花更多时间 更多的金钱 投资的一个领域 因为这是我们 现在的教会 比较少做的事情 我很安慰 刘牧师他非常看重宣教 非常看重关怀 他也和 众长子们 弟兄姐妹们 一起 在Hosana 和我们连结 成为7979的关怀站 我也听说了 午夜 当你们庆祝40周年的时候 教会也预备了一个关怀的中心 准备来服侍这个社区的居民 这是很美的事情 那个的投资 应该花更多的钱和精力一点 因为那是耶稣在世上 花很多时间去做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 我们身为主的门徒 我们构格称为主的门徒 应当竭力的去完成 耶稣所吩咐的 你还记得耶稣在世上 吩咐我们Hosana的几种姐妹 要和他一起同工完成的是什么项目吗 很抱歉 耶稣从来没有叫我们去盖 豪华的圣殿 这肯定不是 当然能够有这一生中向大卫的向往 要为主建殿 那也是极美的事 是少数人被选上的事 但是主耶稣很清楚 在整本圣经里头教导我们 要完成两个基本的动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十九节的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是我们熟悉的不得了的大使命 就是要把耶稣的好消息跟身边的人分享 尤其是最大的慰德之名 第二个就是我们华人教会在四十年来比较少去设计的 就是主耶稣三番四次在他的圣经里头提醒我们 真的讲了三次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讲了一次 马可福音十二章讲了一次 路加福音讲撒玛利亚故事的时候又讲了一次 那个就是最大的诫命 the greatest commandment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尽力 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同样重要 就是要爱西部的灵色 怎么样 如同自己 所以只要完成这两件事情 就不会表错情了 真的 主耶稣没有叫我们做很多事情 教会存在的目的 只要用心完成最大的使命 最大的使命 就是让世人可以听到福音 而认识耶稣而得救 得永生的盼望 再来就是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感受 耶稣爱他的真实 让我们的灵色有难的时候 让他在患难中可以跟耶稣相遇 这是赫萨纳的使命 这是耶稣的门徒要做的事情 好 我讲了这么浓缩的版本 我想应该要有一段经文出现 我就请赫萨纳的家人 陪我念一次 这个很重要的经文 我这一辈子 常常用这段经文 不同的角度去讲 这是主耶稣的使命宣言 mission manifesto 在神学上来说 这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这就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的目的 和他要完成的使命 他在十字架上喊成了 不但成了救赎的大功 他还留下这个有待完成的使命 给地上的教会 请赫萨纳的君姐妹 一起来念中文的一个 好吗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 一 二 请 这段经文是主耶稣 他还没有展开三年半的宣教生涯的时候 他进到犹大的会堂 打算向人宣告他的使命宣言 结果他就选了以撒亚书的第六十一章 他是按照以撒亚书六十一章的头两节的经文 讲出他在世上短短三年半 重要的任务 非完成不可的任务 这应该也是和撒纳BEN 非完成不可的任务 这里说什么呢 当主的灵降在耶稣的身上加力给他的时候 就要他传福音给有钱老 是吗 我看不到清楚你们的恋孔 你们有人还醒着吗 你们应该没有读错吧 可是我发现到很多教会 包括你们现在的教会来聚会的人 都不负责贵啊 都是耶稣华赐福磨磨磨的啊 Amen 但是请问贫穷人在哪里 为什么贫穷人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剑中敬拜他 因为这是耶稣要得着的群体 他说 当圣灵将在我身上用高高我 就要我传福音给施乌的 Dansli Dato 我们传福音的脚中到底跑到哪里去吗 是跑到那些有燕窝给我们吃的贵族的当中 还是去到连一杯开水干净的开水都没有办法 事后我们的贫穷人的当中 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教会花最多钱是不是在贫穷人的身上 因为这是耶稣的心头之爱 就好像刘牧师手机出现的心头之爱那样 主耶稣他说 我聘老命 都要把我的时间和我的精力 花在贫穷人的身上 什么是好消息呢 真正的好消息 主耶稣说 是能够让我的受众 凡我接触的人 他被掳的情况可以得释放 让那看不见真光 眼睛被蒙蔽的 可以得看见 叫那被压制的 可以得自由 不管是被恶者压制 或者被可恶的老板压制的外劳女佣 上帝要让他们可以得自由 并且报告上帝 所以 为什么偏偏偏在他的使命宣言 他不用世人 他却很刻意的说 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其实如果你摸着耶稣的心跳 他明明知道我们后来的教会 后来建立的教会 很常会忽略的群体 很常会忘掉的群体 就是贫穷人 就是贫穷人 我们有什么好东西 我们都会忘记掉贫穷人 我们有宴席 我们会忘记掉贫穷人 但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做的比喻 却说 宴席的主人会到外头去 把那些叫花子 把那些看得不起眼的那些小子 把他邀请到主的宴席的当中 但愿我们摸着上帝的心跳 和刹那的家人 教堂盖得非常好 使命却还没有完成 上帝真正在乎的人 在这个圣殿的外头 等着我们去爱他们 等着我们去告诉他们 耶稣在乎他们的故事 好 我就讲一讲初代教会 来鼓励一下大家 因为我发现到 如果没有一个教会的模式 你可能觉得 哎呀 天方夜谭 怎么可能去完成 把福音带给贫穷人的事情 但是初代的教会 却给了我们这样的榜样 却做到了 我讲的初代教会 就是使徒行传 十一章 头十一章讲的教会 耶路撒冷的教会 安提亚的教会 这些在后来 耶稣升天以后建立的初代的教会 我觉得疫情过后 这三个功课 是赫萨纳的教会 要花时间去准备自己的 如果你要跟上帝的心意接溃 跟上帝的蓝图接溃 你如果要完成耶稣所吩咐的 你真的要操练 这三个初代教会的榜样 所留下来的操练 第一个 就是我们要成立什么团契呢 我听说你们有各样的门徒装备 有昨天我建的那一班FOT 通常教会里面呢 传统教会会有分年龄的团契 少年团 青年团 成年团 抗力团 老人团 乐龄团等等 我们有很多的Fellowship Fellowship 但是不好意思啊 很多教会的Fellowship都变成Fellowship 都是奉美食而来的 因为只要猪骨粥包的稍微甜一点 当天的聚会人数就特别多 我知道教会的牌款 我知道 因为我是在教会长大的 可是主耶稣希望我们成立的团契 是什么团契呢 和撒纳听好 不是那些Super VIP Club 是给那些什么什么集团的单子力来的 不是 耶稣希望教会成立的团契 是 The fellowship with the suffering 以受苦的人团契 这是耶稣希望看到的 我们发现到今天在教会可以看到的 都是在餐馆 都是在好吃的吃店 有的团契 不是说不能啊 我来了这几天 我都跟你们Fellowship了好多次了 牧长们都没有亏待我 带我去吃好吃的当地的美食 但是我要讲的是 教会的生活 我指的是教会的生活 不应该仅仅有美食才聚在一起 教会的生活应当照耶稣的吩咐 不单以喜乐的人同乐 更应该以受苦的人 以哀哭的人同哀哭 初代的教会呢 是跟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教会 是否有一点点相同点 因为耶稣升迁以后 耶稣受难 升迁以后 留下来的耶路撒冷跟随他的人 罗马兵丁没有放过他们 罗马的政权没有放过他们 因为他们发现到这抓基督徒 有political advantage 有政治上的好处 所以他们就决定迫害这些跟随耶稣的基督徒 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真的是过街老鼠 被抓到的 继续承认是跟随耶稣的 都会受逼迫 罗马政权逼迫基督徒的方式很创意 把他丢到斗兽堂里头 让他跟狮子搏斗 把他挂在大街上 当蜡烛来点燃 就是活生生的烧死 当时候的基督徒 真的面临很大的逼迫和患难 那我在疫情期间比较有空 哪都不能去的时候呢 我陪我孩子看了一部电影 叫做Aposter Paul 圣保罗 网上可以下载看的 我就在 那个片子还蛮长的 可是看到一半 我就发现到我的孩子都倒下来睡着了 就剩下我在看 可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就一边在擦眼泪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讲到保罗被吓到建议里头 在建议里头写书信 但是保罗的同工却在耶路撒冷 和各个城市继续的传扬福音 其中他的一个同工 我在电影里头看到的画面 让我很触动的 就是有一对夫妻叫亚基拉和百基拉 这对宣教的伙伴是有钱老 他真的很有钱 因为圣经记载 好多的聚会是在他家中举办的 所以他家就是教会 但是让我感动的画面是什么呢 基督姐妹 就是当罗马兵兵 不断的在迫害基督徒 抓拿基督徒的时候 那亚基拉和百基拉就把他们的家 成为了别人的避难所 他们开放他们的家 收纳这些基督徒被逼迫的难民 来他们的家 吃他们所吃的 穿他们所穿的 给他们住在他的家 不是几十个 是数百位 接待他们不是两三天 是几个月的接待 我在那个电影里头看到这个画面 我就在想 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所有华人教会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要去陪伴那些受苦的人 我们要出现在灾难的现场 去安慰伤心的人 因为我们所敬拜 我们在这边所敬拜 我们很high 我们敬拜的上帝 是靠近伤心人的上帝 不是天天出席我们敬拜赞美 害得不得了的上帝 他在害完 我们害完以后 其实耶稣害不害我们 都没有很在乎 我们自己很high 我们很在乎 但是当敬拜赞美 在很high的时候 耶稣已经在靠近伤心的人 这其实应该是我们也学习的 我在想 如果你们有看小先知书 我前两个礼拜 才在一个神学院 教阿摩斯书和密加书 那边有很多骂人的话 我都不好在这边讲 其中一个就是 上帝很顶不顺 就是当神的百姓 没有关心贫穷人 却在他的圣殿里头 弹琴 唱歌 敬拜他 阿摩斯书第五章 主耶稣做了一个很激烈的动作 他说 停止你的情声 停止你的敬拜 我没有叫你停 我是说 当时候阿摩斯真的就叫他们的情手 停止 敬拜 停止 为什么呢 他说 你教会外头的贫穷人的酷喊的声音 你听不见 你却跑到我圣殿里面 虚情假意 敬拜我 一点都不像我的孩子 爸爸妈妈最得高兴的就是 他的孩子 像他爸爸妈妈的好的东西 好的品质 爸爸妈妈觉得很骄傲 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 怎么这样像我的 像我的慷慨 像我的宽容 像我的 像我的 像我的那些好的东西 其实主耶稣很希望 Hosana的孩子们 像他 像他什么呢 像他一样靠近伤心的人 愿意以受苦的人去团契 愿意去陪伴那些 哀伤那些受伤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疫情以后 耶稣再来之前要努力设立的团契 你不要误会我 敬拜照样可以敬拜 Fellowship照样可以Fellowship 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 这一个耶稣所在乎的 受苦的人团契 那我们就以他的使命和他的心意 以四肢交臂了 四肢交臂了 第二个就是以缺乏的群体分享 初代的教会 发了一个命令 耶和彼得 雅各这些大使徒 当时候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 连习近平都吓了一跳的决定 为什么呢 他们比共产党还要成功 他们竟然成立了一个制度 叫做反务公用 还记得吗 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务公用的命令 从大公教会开了会 颁布下来呢 就好像我刚才听刘牧师说 哇 你们为了40周年的庆典 那些舞蹈员 我现在命令你们 你们有好几次的rehearser 练习 一定要来 而且要带着你们的舞蹈装扮来 我都听到了 但是 当时候初代教会 为什么会颁布反务公用呢 而且希望每一个信徒都照着去做 就是因为当那个彼得 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他悔改了以后 耶稣在海边兼顾他 让他三次的问他 你爱我吗 后来他说 主耶稣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回答standard answer 他说 若你爱我的话 你去喂养我的羊 三次的肯定彼得以后 彼得就突然间变了一个样 真的被上帝更新的样子 他后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 彼得呢就到处去宣讲悔改的道 而且他的机会还不小哦 他的步道会充满了能力 圣灵的能力 结果带了三千人悔改信主 五千人悔改信主 你们读《使徒行传》应该有读到这个记载 所以三千加五千是多少 还没算小孩和妇女 所以耶路撒冷已经有万人的教会 那我们说 哇我们要成为万人的教会 其实很多吉隆坡马来西亚的教会 都很想成为多人的教会 可是你知道当中我们看回那个 考古学和当时候的圣经的记载 那整万人的当中有蛮多是 是讲希腊话的西里尼人 被忽略的孤儿寡户 他们也跟着信耶稣了 他们也加入教会的生活了 这些贫穷人谁来喂养啊 他们是好多是一贫如洗的 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 跑到来听圣上帝的作为的 结果他们就信了耶稣 加入了教会 所以雅各 彼得 叶汉 彼得 这些长老的 这些使徒呢 就说我们来 请BEM的弟兄姐妹 不是排五那么简单 他说让我们来 每一样有的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跟没有的分享 谢谢用 他们凡物功用到一个地步 当这个命令颁布下来 其中一个叫巴拿巴的 在使徒行传 第四章有记载 巴拿巴就做了什么动作呢 他就把他家人留给他的产业 变卖了 把他的田产家业卖了 真的照着使徒的吩咐 把卖了的钱拿来 放在使徒的教权 让当时候耶路撒冷的领袖 可以把那卖了房子的钱 可能也是数百万哦 用现在的价值来看 奔给需要的贫穷人 就是派粮食去喂他们 就是去满足他们的缺憾 其实上帝希望看到的美景 在教会里面 就是哥林多后书九章所说的 让那多的也没有鱼 让那少的也不缺 这是上帝在旷野的路 四十年的旷野路 赤下玛拿 最好的一个团契的画面 所以以缺乏的人分享 我来四五 每一次来我就感觉到 四五是一个很多有钱人的城市 我可以闻到你们当中的钞票 我可以闻到 但是我肯定四五也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角落 有一些贫穷 落单的灵魂 Hosana的弟兄姐妹 你有一个使命 不是我吩咐的 是主耶稣吩咐的 我们要去寻找这一个圈外的羊 再来就是 初代的教会因为难民信徒很多 他们逃离的时候需要有人接待 正如我刚才跟你说 亚基拉伯基拉就开放他们的家 接待这些难民 其实这也是我们末世需要 看到的一个需要 给你们一个Google 可以Google的一个问题 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 乌克兰打了两年的战 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了两年的战 猜猜逃离乌克兰的难民 现在的人数是多少 有没有人可以现场Google一下 乌克兰乌克兰 我就先开答案吧 就不用你去Google了 大概超过800万了现在 800万是什么概念呢 800万就是文莱加马来西亚 恐怕都还没有800万 有吗 加沙劳液就有了 800万的难民就是 非常大的数目 你有没有想过这800万的逃离乌克兰的难民 住在什么地方呢 我自己做了一点功课 我发现到原来有蛮多欧洲的国家 他接待了这些难民 而你再细细的再往去 更放大镜再看一点 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 接待了乌克兰的难民 住在他们的家中 感谢赞美主 这些人是照着西伯来书的教导 真的 这些人是照着西伯来书的教导 接待这些的克里 不小心就接待了天使 我常常挑战会有说 你以后不要把我放在酒店 但是你们现在把我放在教会的圣堂 如果可以的话呢 以后把我接待去你的家住 因为呢 我们平常可以接待客旅 当有发生大灾难和一些不容易的情况 我们就更感开心去接待这些 我们不认识的 不熟悉的人住在我们的家中 好了 我要结束了 嗯 我们都很羡慕 使徒行传的那个教会 会突然的暴增 从两三百人变成了数千人的教会 但是其实当时候他们会增长的快 其实是有付上代价 是一个配套 是一个配套 不可少的配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这个上帝把得救的人数 加给这些教会的教会呢 他们是得众人喜爱的教会 什么意思呢 得众人喜爱的教会 我真的祷告 你们也是一间得众人喜爱的教会 因为当你 你的口碑啊 这个教会的口碑 能够让私无的居民 举起拇指头 当他们一听到Hosana的时候 他们就举起拇指头 上帝就准备好你们 迎接接撞而来得救的人数 天天的加给大家 所以让我们一起效法初代的教会 他们是领受了圣灵的帮助 就顺服主的命令 去完成 竭力的去完成大使命和最大的贱命 而且他们当时候也付上了代价 做什么呢 做接待客旅 把他们有的跟没有的分享 无私的过一个好管家的生活 这些我都不讲了 我就快快的给你们看 这个跟我们合作了十年的百年的教会 乙保乙林福音堂 我的学生杰芝 他是治管人 他的教会呢 其实是相当久的教会 刚庆祝一百年 而感谢主就是 当他们的教会和我们合作成为 7979关怀站 他们就很努力的去开办陪读班 很努力的派发玛拿食物银行 也透过一千两百块钱的 急难救助金 帮助很多乙保的贫穷家庭度过难关 就这样子 十年一晃 他告诉我 感谢神 他的教会 成为了一个更敏感非信徒的教会 更加愿意去接 一些奇难杂症的一些个案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 他们也经历了使徒行传的那个教会的情况 上帝真的把得救的人数 加给了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带了不少的陪读班的孩子 家庭成员信了耶稣 因为你们是我的伙伴教会 我最后结束的时候 就用这四个来提醒教会的 治管人和愿意走出去关怀的弟兄姐妹 四个dose and don'ts快快地走过 第一 我们奉耶稣的名去救去救去关怀的时候 请你真的要做相及耶稣的关怀 因为耶稣给的关怀是持续的帮助 你看他在雅各井旁帮助那一个的 失婚很多次的那个寡妇 你就知道他的安慰 他的帮助是持续的 而且是全人的 我们不要给昙花一线的帮助 他全国的帮助 没有办 没有必要 因为慈祭功德会 其他的宗教信仰团体 他们能够做到的 我们不要去真的来做 真正能够感动人心的 是持续不断的去帮助和关怀 主耶稣在世上留给我们的榜样 他给我们的关心 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所以让我们学习 提供无条件的爱 不要那么急着要把福音传给对方 先陪伴他走过他的艰难 让他的心被感动 再把耶稣介绍给他 其实也不迟 让人体会神无条件的爱 不是我们那种很有企图性的爱 再来 我们服务的人 当我们要叫得起他的名字 要明白他的故事 每一个不容易的家庭和个案 都有他的故事 我们要去听 要去明白 而提供有关系的服务 华人说 有关系 什么都没有关系 包括你带他来布道会 你带他来敬拜 他也没有关系 最后 我们要帮助人 不单只是给他鱼 还要让他晓得怎么去 获取鱼 叫鱼 不要让对方产生 对我们的依赖性 我们不是救世主 我们只不过是主耶稣小小的门徒 好了 这是我留给教会的最后四个提醒 但愿 但愿 能够持续不断的这样子提供 C-U-R-E的这样子的爱 这个爱呢 就会有疗伤的功能 这个的爱呢 就能够恢复人与上帝的关系 好 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为自己的教会祷告 好不好 我请你们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站起来 我们为Hosana BM教会来祷告 但愿这个教会是愿意走出去 在乎耶稣所在乎 做耶稣所做 并且完成耶稣所托付的门徒 我们为自己成为真正的门徒来祷告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生 为着自己 为着教会来祷告 感谢主 Hallelujah 谢谢主 主我将BM Hosana教会 叫在你的手中 这是奉你的名建立在 师吾这个城镇的教会 是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的教会 主我们就愿疫情以后 你勇敢BM Hosana 弟兄姐妹的心 让他们立志做真实的门徒 让他们走出去完成你的心意 完成你的托付的时候 他们也竭力做成 像极耶稣的关怀和宣教 让BM的弟兄姐妹都被塑造 被你的话语来建造 成为在乎耶稣所在乎 做耶稣所做 并且完成耶稣所托付的门徒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你继续地把这样的向往 放在他们的心中 继续地带领教会 茁壮成长 成为健康 荣耀你的教会 这是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 愿你垂听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好 我们给樊牧师一个热烈的掌声 家人们大家先请坐下 待会儿呢 我们就有这个批尺建造的时光 请家人们不要挤着回家 在使徒走廊 我们依然有这个茶点来和大家批持的谈计 那么恩德牧师他还有最后的一个的video click 请后台的帮忙来播放出来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观看好这个的video click 我们就移步到使徒走廊 愿上帝赐福大家 我们早上的聚会呢 就在观看好这个video click 我们就平安上会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有正恩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那么恩德牧师将会去到 世里街灵恩坛来分享 ok 我们在祷告中纪念 来 后台的 吉他 詞曲 李宗盛 周周邊繞個城各鄉 看到人群的迷茫 賜給我同樣的眼光 發現身邊人在徬徨 住在湖眷外的群羊 嫁給我同樣的心腸 看見教會是道牆外的群羊 用心感受全力以赴去圍羊 你愛我嗎 又比這些更加深 神言為我所愛的羊生命 祝我愛你 又有誰能相比 祝我願為你 放下走出去 詞曲 李宗盛 周周邊繞個城各鄉 看到人群的迷茫 吃點我同樣的眼光 發現身邊人在徬徨 發現身邊人在徬徨 住在湖眷外的群羊 嫁給我同樣的心腸 看見教會是道牆外的群羊 用心感受全力以赴去圍羊 你愛我嗎 又比這些更加深 神言為我所愛的羊生命 主我愛你 主我愛你 又有誰能相比 主我願為你 放下走出去 你愛我嗎 又比這些更加深 神言為我所愛的羊生命 主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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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誰能相比 主我願為你 放下走出去 主我願為你 放下走出去 你